人手所谈到的都是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很重大的战略性的问题 还有双方共期中美相处之道 也就是三点原则 一是要相互尊重 重要问题深度地做了美丹工作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也是两个元手每次交往必谈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会晤中明确地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历届美国政府对此都有明确的承诺 无论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还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都清楚地说明了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 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实现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是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在这个关系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中国没有妥协的空间 拜登总统在会晤中再次重申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